这个绝望的女孩从栏杆上一跃而下 岸上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眼瞅着女孩在水里挣扎 却无人出手相救 恰好郭虎骑车路过 见到有人亲生于是奋不顾身跳入江中 迅速向女孩游去 就在女孩即将沉入水底时 郭虎终于游到了跟前 使出全身力气将女孩拖向岸上 女孩是郭虎妹妹的好友 由于身体虚弱不堪 郭虎又将她送回宿舍 郭虎想不明白平时活不开朗的艾红 为什么要亲生 躺在床上一声不吭 郭虎劝了半天 艾红都没有反应 想着已经将她安顿好了 郭虎便准备离开 没想到艾红却突然开口了 艾红告诉郭虎她怀孕了 但是男朋友却晚起了失踪 看到艾红哭得可怜 郭虎一时间有些不忍 又想到艾红前不久还帮过自己 于是郭虎心一横 答应帮艾红签字 艾红顿时看到了希望 而郭虎却怎么也想不到 这一次心软 竟让今后的生活陷入了万劫不复 第二天一早 郭虎如约来到医院 医生见到郭虎就冷言冷语 熟络起来 一个大男人做事没一点担当 既然不想娶人家姑娘 就别让人家怀孕 郭虎心想反正医生也不认识她 以后也不会见面 就没替自己辩解 签好字后 出了医生办公室 郭虎正准备离开时 艾红连忙叫住她 爱红向郭虎保证 等手术结束以后 就再也不会烦她 郭虎虽然觉得不妥 但看到艾红可怜兮兮的样子 善良的她还是答应了 进手术室前 艾红回头看了一眼 心里涌起了一股温暖 郭虎静静地守在门外 不知过了多久 手术终于结束了 艾红身体十分虚弱 郭虎扶着她坐到椅子上 然后又准备帮艾红倒点水 面对郭虎的体贴 身心都受到伤害的艾红 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呼进郭虎怀里放声痛哭 郭虎手足无措 却没忍心推开艾红 然而她还不知道 接下来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 老太太拽着小伙不撒手 认定她就是害女儿堕胎的父亲汉 面对突如其来的冤枉 郭虎慌忙解释 可老太太却根本不听 两人僵持不下 在医院大吵大闹 医生却说无果 只能将艾红和艾红妈 带到隔壁去休息 此时的郭虎已经完全傻掉了 没想到好心帮个忙 却惹来这样的麻烦 然而更倒霉的是郭虎一回头 女友蓝欣竟站在一旁 蓝欣你听我说 蓝欣你听我说 蓝欣 蓝欣头一不回地走了 郭虎这下真的是白口莫辩 她知道如果这件事不解释清楚 她和蓝欣真的就完了 于是郭虎追到蓝欣家大声拍着门 蓝欣通过猫眼看到了门外的郭虎 可她正在气头上不愿搭理郭虎 因此任凭郭虎磨破嘴皮 蓝欣都没有开门 郭虎虽然一肚子委屈 但也只能无奈地离开 回到家中 母亲高兴地告诉郭虎 自己和她父亲已经想通了 决定接受蓝欣当他们的儿媳妇 郭母让儿子找个时间带蓝欣回家吃饭 为了这一天 郭虎不知做了多少努力 然而这一刻 她却高兴不起来 郭虎没敢告诉母亲医院发生的事 她生怕这份好不容易被父母认可的爱情 再次出现意外 于是上班时 郭虎强行将蓝欣拉出来 说出了事情真相 郭虎还告诉蓝欣 母亲已经同意两人在一起了 蓝欣知道郭虎是个热心肠的人 既然已经解释清楚 蓝欣决定再相信她一次 于是便答应 第二天就去郭虎家见父母 与此同时 爱红已经被母亲带回家 爱红妈指责女儿 不该什么事都瞒着 如果不是那天碰巧去医院取药 还不知道女儿竟敢偷偷流产 看着爱红虚弱的样子 再想想女儿遭的罪 爱红妈认为不能这样便宜了郭虎 于是便决定要为女儿讨回公道 爱红不敢说出真相 只能任由母亲胡闹 没想到很快 事情竟变得无法收场 你们家郭虎啊 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她想跑 我告诉你 跑两回都跑不了秒 老太太以为女儿被欺负 跑到救命恩人家门口 逼着恩人父母 为两个孩子订下婚事 见郭虎刚好回来 爱红妈一口一个姑夜 叫得十分清热 还当着众人的面 说出郭虎带爱红去医院打胎的事 郭虎不肯承认 极力为自己辩解 可爱红妈根本不听 为了让大伙相信 爱红妈拿出手术单作证 上边白纸黑字 写的是郭虎的名字 证据就在眼前 郭虎变无可变 爱红妈更加咄咄逼人 一旁的蓝芯 怎么也想不到 头一次跟男朋友回家 竟遇到这样的事情 于是转头就走 爱红妈又冲进院子 要和郭家人理论 郭虎一回头 见蓝芯已经离去 又看到爱红正躲在一旁 郭虎强拉着爱红 让他进去解释清楚 今天大伙都在 你当着你妈和我们全家人面 把话说清楚 是我郭虎干的事 我不会不承认 但如果不是我干的 你说破天都没有 郭母劝爱红把真相说出来 千万不能昧着良心 让好人蒙冤 所有人都一脸期待的 看向爱红 但爱红却只是一个劲的哭 一句话也不说 郭虎见他不愿说 气愤的质问爱红 当时你怀了别人的孩子 到江边寻死 是我把你救上来 带回了宿舍是不是 完了你就跟我哭 说想把孩子打掉 但医院有规定 必须有孩子父亲签字 我问你这孩子的父亲是谁 你也不告诉我 还在那哭 行 我心想 我就再帮你一把 我就陪你去医院了 对吧 到了医院就看到你妈了 你妈劈头盖脸 就把我骂一个人 现在又到我们家闹 你说你们娘俩 是不是农夫与蛇呀 尽管郭虎已经将前因后果 说得清清楚楚 但所有人还是等着 爱红最终确认 出乎意料的是 爱红犹豫片刻后 竟然承认 打掉的孩子就是郭虎的 空气突然变得安静 郭虎难以相信 爱红居然会撒这么大的谎 而郭虎听到这话 顿时气晕了过去 爱红心虚的看了一眼郭虎 然而事情闹成这样 他自觉已经没有退路了 为了给郭虎 郭母施压爱红妈 带着爱红住进了郭家 见郭虎家还挺富裕 爱红妈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也要逼着郭虎 把女儿给娶了 另一个房间 郭父生气不肯去医院 让郭虎把事情说清楚 郭虎很坚定地告诉父亲 自己真的只是好心帮忙 郭父知道儿子的为人 于是选择相信儿子 决定跟爱红母女 就这样耗下去 然而爱红母女 却一点也不知收敛 在郭家各种花式作药 郭虎再也忍不住 提起刀冲向爱红 这个我们下集再讲 想要看好剧 记得点赞收藏 大猪蹄子 感谢您关注